再不传承就怕失传 曾经勇夺民俗体育竞赛六冠王的新竹县新港国小 致力传扬龙凤诗证记忆 特地也举办了夏令营 让40位的小朋友从罗把鼓的敲打开始学起 再学蹲马步、画八字等基本功 小学员都说真的是越学越有趣 小学生无起龙凤诗证还能翻滚跳桩活灵活现 曾永夺民俗体育竞赛六冠王的竹北新港国小50队 特地举办夏令营来传承记忆 龙凤诗诗现在已经登陆无形文化资产 它是一个无形文化资产项目 那就会走的古迹 所以我们把这个重要的民俗和重要记忆 要传承给下一代 让他们知道那个传统艺术的美 努力自己一个目标 然后锻炼自己的体魄 遇到困难能够想办法去解决 不是逃避 这是我们想训练孩子 然后也给孩子个神圣的使命 就是要把我们传统艺术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要把重要民俗记忆传给下一代 也学会吃苦当吃补 能面对困境克服解决问题 40位小一到小六生都来参加 教练传授罗把鼓的敲打 节奏和搭配要完美 而打好底弓 蹲马步 公布卡榫 画八字等都要学 示范基本动作 一旁指导 新生各个乐在学习 中高年级的也精进记忆 学会团结合作 增加自信 都说越学越有趣 参加夏丽营 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知识 你学到了 你可以俊传拿给别人 让别人也学习到 你会觉得越学越有趣 开三门比较难 因为要 第一门要踏踢 然后第二门 要就重复一样的 手指头缠上绷带 即使练到汗流浃背 也努力地学 要把这项传统记忆文化 一届一届地传承下去 让新港龙凤施政 被更多人看见